我破腹长了 人很饿 我本来对什么都不是很挑衅 我可以买医院的饭菜 她妈说不喂人 不能吃 但是她送来的饭她又不送了 第三天她妈妈到八点多初 才送一点粥和 从外面买的两个菜包子给我 饿得我是看到硬的东西 我所有硬的东西 我就是想咬 饿到那种程度 生完孩子没有人管你吗 没有 周先生也不在 他在看父母孩子 那你要吃东西这个事解决不了 我不知道他们家怎么回事 我补充一下 其实医院 我在这里医院都有营养餐 都会做到的 但是说怕医院不卫生 什么之类的 在家里弄好一点 家里弄得有点距离 要送个距离 为什么第三天才送点东西来吃 刚才我特别问了他 你在哪 他说你就在旁边 那你也可以给他解决 对 我就搞不清楚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 为什么会出现第三天 比如说我们之间的交流 比如说父母那边说 哎呀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然后呢我爸爸 你们就在那等着 对 你现在是在责怪他 还是在就抱怨他的父母 照顾不周 我觉得是他的责任 是他不够重视 对 第二个孩子我去香港生的 在香港破腹产 三天就必须要出院 刚生完孩子要到香港去 办好多手续 我是三天破腹产 我就是抱着孩子走 走了可能有偶旅路 那怎么走啊 没办法 走了完回来以后 我的伤口痛了 一时到二十几天都在痛 我们从香港回到广州 没有保姆 他回到家里面 买点菜 就上班了 我当时心其实也挺寒的 我觉得那时候 你不可以照顾我 你为什么不能要求你妈妈 来照顾我几天呢 你知道两个孩子 对于一个破腹产几天的人 怎么来照顾我 出了问题 接下来应该怎么解决问题 是啊 他从来没有解决问题 全是我一个人在扛 我现在没什么印象 确实没有什么印象 在他心里就会觉得 这是你对他们没有用心 所以你才会这样 对 现在很多事情 几年前的事情 确实有时候 可能说现在也是记忆差问题 他提出来了 反而我感觉有点差异 有这样的事吗 你自己都完全没有记住 有时候没注意到 对 我就现在想想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可能男人嘛 都是那种心比较大的 所以也就是慢慢在忍 直到今年他妈妈做手术 我才知道不是这样子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当戴女士的婆婆 也就是周先生的妈妈 生病住院之后 戴女士对这句话 可以说是深有体会 而提到这件事 一直表现得很淡定的周先生 也第一次有了情绪的波动 也正是这种情绪的波动 让戴女士更加伤心了 我妈妈做过大手术 我去培业了 她就说这个事呢 我不应该去培业 有其他兄弟 可以叫他们去弄 她提出这个事 我去让那个手里 你是觉得对母亲愧疚是吗 对 你很心疼你妈妈是吗 她有大事肯定的 如果她说是母亲做大手术 那她去照顾 这个也理所应当啊 是应当 但是这她职业 我觉得没什么可乐的 关键是什么呢 她有一个复工 24小时复工 然后又让她躺紧 你觉得需要她天天再来运吗 可以轮着来的 轮着来去 她是天天陪啊 所以她在妈妈事情上 这么用心 我就想到我生孩子的经历 在那个时候 心里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是 其实你不是在责怪她 不该去照顾母亲 对 而是如果你能这样 照顾母亲的话 你当年也应该 对我多一点照顾 是 以前那些事啊 可能我是有些做不周 以前的事呢 因为太久了 太久是你老记得 以前的反而是看 想多了 一积累越直接 你心里的负担越来越重了 周先生啊 你刚才谈到你母亲状况的时候 你哭了 那一下我挺感动的 因为真的能看出来 你对母亲是很孝顺 而且真的是很在乎母亲 这一点 不可否认 但是 与此同时 你妻子讲到几次 对于她来讲 是非常痛苦的时期 所发生的事情 你的反应都特别的 我不敢说冷漠 但至少是特别的平静和淡然 这个对比 也就是你妻子心里最介意的 她不是介意你对你母亲好 不是介意你太在乎你母亲的事 而是介意 你为什么不能像对待妈妈那样 不说好到那样 至少有一点点 让我也能感觉到你在乎 一直这个对比 我现在她提这个情况 为什么反应那么冷淡 因为我听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就炒冷饭炒了多少遍